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用神 定位落宫 再根据宫位内与宫位之间的信息就可以断局了对吧 其实呢 80%的用音盘来断局的预测师都是这么来操作的 换句话来说 底层的基础是知晓与问题相关的 宫内以及宫与宫之间的64个符号的含义 可以读取相义了 对吧 这是音盘奇门最初的断法 称之为取向之读 其实呢 这里是有缺陷的 因为在断册的时候呢 这样做不容易找准问题 也不容易定位关键的信息 大家来想象一下 这么断局的话 是不是大多的符号相义都靠猜测呢 根据问测人所问的问题去猜 最终呢 你不敢断定一件事是不是已经发生了 或者呢 会不会一定存在 一定发生呢 再打个比方啊 我们换个角度来讲 我有一个好朋友 叫邹杰伦 约我明天在上海的北京西路见面 我们知道啊 北京西路是一条路的名字 而且这条路很长 并且啊 横跨了两个区 仅仅凭一条路 我不能够知道 他到底想约我在哪里见面 对不对 如果邹杰伦他说 我们明天在北京西路和石门二路的交叉口见面 这样呢 是不是就清晰了一些呢 就能知道两条路的交叉点了呢 如果呢 他再继续跟我说 我们在北京西路和石门二路的交叉口 那里的静安雕塑公园一号门口见面 好 到这里你就会理解我的意思了 我们奇门断策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一个象意呢 只能靠猜 猜对了 算是蒙对了 单靠单个象意的取向直读呢 无论你学奇门多久 十年 八年 永远不会有精进 永远徘徊在远点 奇门这个行业 平的不是谁的年头长短 而平的是预测师得到真知以后呢 逻辑思维能力以及社会阅历的增长 所以啊 单象不论事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详细的讲到啊 那好 我们在这里呢 谈到的取向直读呢 也就是我课程里所讲到的取向直读 并不只是在我们初中阶课程当中 讲到的奇门六十四个符号 象意那么的简单 其实这里啊 还包含了奇门的五大类项 第一 奇门符号系统 其中包含 弓 挂 星 门 神 干 支 第二大类项呢 四柱系统 这里包含的是年 月 日 时 第三大类项呢 是我们所熟知的天干十二长生系统 第四大类项呢 指的是六亲 十神系统 第五大类项呢 指的是干弓顿象 我们先来看一下奇门符号系统 问测人呢 想来问测 我们拿到一个奇门盘之后呢 首先要考虑的是 宫位内啊 每个单个符号的本身含义 地盘干代表什么 天盘干呢 代表什么 星 门 神 又各代表什么含义 这是奇门符号体系中的基础 在我们初中阶课程当中啊 也已经教大家如何去记忆 六十四个符号的象意 要看个人掌握的情况 如果个人呢 觉得比较薄弱的话 最好啊 回去再看一遍 加深记忆 那我们在断策的时候呢 除了要知道 所涉及的 宫内单个符号本身的含义之外呢 最好还要了解 天干八十一格局当中啊 所指代的是什么意思 这里不要求大家去背诵 断策的时候呢 可以去查询即可 一般情况下啊 格局呢 是由天地旁干组合而成 假设一问测人 来问测合伙之事 宫内格局呢 己加人 己为坑为墓地 人为网 这个格局啊 就叫做地网高张 什么意思呢 己在上 人在下 目的挂网 顾名为地网高张 这个是个凶格啊 凡事不及 而且还是个知冲格 己为假许己 人呢 为假设人 又有陈旭相冲 何怕冲 预测合伙之事呢 肯定闹掰 拆伙 以后在断挂的时候呢 慢慢的对天干八十一格局 越来越熟悉了 再加上四害 对宫位的整体的格局 越来越熟悉了 这个时候啊 你就会把这八十一个格局 与四害 分门别类去记忆了 比如分成 进 退 冲 合 行 空 木 破 格局了 这些内容呢 我已经放到了 我们的高阶班 学员手册当中 方便大家 查找使用 这些格局呢 会在我们后面 讲到奇门 高阶二十心法口诀的时候 会着重的讲解 这里呢 先提一句 好让大家心里有数 好 这是关于奇门五大类项当中 第一部分符号系统 我们将要掌握的内容 继续来看啊 四柱系统 也就是我们之前 讲到的四纲 包含年 月 日 时 我们说啊 天干呢 是气 气的流转 决定了吉凶的产生 它基本反映的是 必然发生的人 事 或者物 它是一种存有 必定存在 有其人 有其事 有其物 那四纲的落宫呢 必有其 人 事 物 比如啊 在我们断局的时候 要时常抬头看一看四纲 因为四纲上的天干呢 还代表了人物的存在 我来举个例子啊 一个四柱 为鬼卯年 秉陈月 新丑日 丁四十 一问策人呢 前来面策 问合伙做生意 但他的这个合伙人呢 欠了别人很多的钱 说有一个赚钱的生意 想跟问策人一起来做 那问策人呢 不知道靠不靠谱 我们想一想啊 合伙做生意 日干为问策人 石干呢 可以为合伙人 也为合作的平台 未来的趋势 假设这个石干的落宫 丁下有心 临玄武 且这个宫位空王 地盘干呢 乃是天盘干 所要面对的人事物 对吧 那这个合伙人 刚好面对的是日干问策人 上林玄武 且空王 那这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代表 合伙人 目中没有这个问策人呢 或者啊 想蒙骗问策人 且合伙这事呢 落空 所以啊 我们在断策的时候 一定要抬头看一眼丝纲 丝纲上的天干啊 除了代表符号 对应的含义之外 还代表了人 断策关于家庭相关的事情的话 年干可以是长辈 父母 月干呢 可以是兄弟姐妹 石干呢 可以是晚辈 自己的孩子 断策公司 合伙 事业 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 年干可以是老板 月干可以是同事 竞争对手 石干呢 可以是下属 客户等等 如果断策打官司呢 日干为我 那月干呢 为对方 年干为法官 所以啊 我还是要强调 在断策的时候 一定要抬头看一眼丝纲 丝纲上的天干啊 除了代表符号本身的含义之外 还代表了相关的人 奇门五大类像当中的第三类 天干 天干十二长生系统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十二长生系统呢 我们除了可以断式之外 也可以用来取用神 我记得我们在初中阶 讲四汉 入目那一章节当中啊 已经很详细的讲过了十二长生 各代表什么 我们在后面讲高深断局二十法诀的时候呢 还会继续的用到 奇门五大类像当中的第四类 六亲系统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六亲取用神 纳杰克当中呢 已经深入的探讨过了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话 可以再次翻看一下纳杰克 奇门第五大类像 甘功顿象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看一下 其实我们说啊 奇门盘是死的 不动的 时间在动 问测者来问测 起心动念之时呢 奇门盘才真正的动起来 假设问测人来面测 日干为太极点 坐时问测之事 所有的数数 无论八字 六摇等等 都要先找到太极点 不动呢 什么事都没有 一动的话 那就分阴阳 找太极点 看左边的这个盘啊 这是我用来给大家举例子的 并非真实的案例 所以呢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假设 一女客户来问测某件事 月干雾落正宫 那雾呢 就是太极点 最靠近太极点的 先找宫位内部的 先看地盘杆 地盘杆呢 就是他所面对的 所关心的人事物 因为天地盘杆 可以为主客 可以为阴阳关系 旁边呢 还有个隐杆 隐杆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隐杆用来查其阴由 查其原因的 是什么引起的 也是弦外之音 也是常常对方不肯讲的 如果单弓断的话 那这一个宫位里啊 有过去 现在和未来 过去看隐杆 现在啊 看天旁杆 未来呢 看地盘杆 地盘杆 是未来 所要面对的 人 事 物 同时啊 天旁杆 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外表 地盘杆呢 则可以代表一个人的 内心的想法 天旁杆 与隐杆的关系 就是我跟过去的关系 天旁杆 与地旁杆的关系呢 就是我跟未来的关系 如果我们以 公位的位置分阴阳 本宫与对宫 互为阴阳 对宫是本宫信息上的 说明 补充 也有可能是本宫的克制 或者限制 假如啊 我的事业要做得很大 对宫呢 是机关政府 因为要做得很大嘛 一些法律条款要遵守 遵守后啊 以后才会更为的规范 会做得更大 所以呢 在道家的思想里面呢 克不一定不好 限制越多 成长越大 对宫呢 如果克他 可能啊 是一种规范 限制 当然呢 也有可能是不利的 对宫 有本宫投射的信息 像镜子一样 用来取向 所以啊 这也是阴阳 对宫 是本宫 所要面对的 人 事 物 如果对宫 有小三 天日并星 符号等等 那说明 他正在面对 情人 疾病等等 所以啊 我们讲 对宫 是本宫 现在所要面对的 人 事物 石干的落宫呢 可以看作未来 我们说啊 石干 为日干的 先锋部队 即事情 发展的下一步 即将的未来 石干先走 日干 紧随其后 石干 与日干 又可以形成一个太极 分阴阳 这是第一层 这么来看 常常运气好的时候呢 这个盘 坐实后 地盘干 翻弓 刚好是石干 又在对弓 这叫什么 资讯集中 现象明显 这个叫做 肯定有其人 有其事 有其物 我们还可以把 本宫的地盘干 作为影干 来打开 这个盘里的地盘干 人 那打开人呢 就是打开了 离宫 对吧 假如这个盘中的地盘干 不是人天干 是乙天干的话 我们说 乙是情人 或者机会 那我们打开乙 作为影干的宫之后呢 就知道了 是什么样的情人 什么样的机会 再比如说 假如我们不谈 左边的这个奇门盘 假设一个新盘 销售公司的老板 公里的地盘干 物入木 所以啊 他想知道 公司所面对的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可以再进一步的 进行探究 到底哪个渠道 哪个环节 哪些人事物 出了问题 天盘干呢 也可以打开 把天盘干 当做影干 来打开 既可以知道 当时人 更为具体的情况 更为具体的状态 我们说 天盘干 为表面 为现在 所发生的 正在显露的一部分 所以啊 打开以后呢 使我们 能够得到的信息 更为的完善 你就把自己 当成一个 办案的侦探 办案呢 要有办案的方向 在你一个公位 一个公位 去找的时候 要小心 需要沿着一套 办案的主线 去寻找 如果走到一个公位 一个房间里 不通 或者呢 信息闭塞的话 那再退回来 继续找其他的 公位 或者房间 最后 把这一条 主线上的层层信息 串联起来 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 干弓顿向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啊 学完这个技法以后呢 并不是说 以后我们遇到的 每个盘 都要打开去看 每个公位呢 都要去看的话 同时也会给你造成 很大的信息量的影响 往往大多的时候呢 日时干弓 或者月时干弓 就能解决战斗了 那干嘛还要打开 那么多的公位去看呢 只有在问测人 所问之事比较繁琐 我们所能在日时弓 或者月时弓呢 看到的信息 有限的情况下 再去打开 其他有关联的公位 去得到我们想要的信息 再看一个应用干弓顿向 比较简单的案例啊 某天早上呢 我们自己的一位学员伙伴 来发问 一男子养的笼子里的小鸟 画树上 不知道被什么动物给吃了 我当时又重新起了盘 就用干弓顿向 简单的断策了一下 我们说啊 日干为问策人 食干呢 可为其所有的物 或者宠物 那我们可以先定位到 食干弓弓 人 在镇宫为死地 为其被吃掉的小鸟 地盘竿为饼 为所面对的人事物 饼为什么呢 圆形的 或者性情暴躁的动物 天鹰 也为漂亮的动物 生门 为灵动 活泼的 引干 为脊 弯曲缠绕类的动物 死死的盯着这只小鸟 我们打开引干几的洛宫啊 究其小鸟的原因 昆弓临舌 很明显呢 藤舌主缠绕弯曲 钉 雾 为牙齿 撕咬肉状物 饼 加颈门 主血光之灾 这是这起案件的 发生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啊 食干洛宫的对宫 对宫 可为 镇宫的修饰补充 也可为 镇宫的限制 对宫冲克镇宫 我们可以把对宫的信息 作为凶手信息上的补充 林太阴 掩蔽 或者晚上出行的东西 鬼 加羹呢 围班区的 洗潮湿的 喜好攻击的动物 天鹏星呢 主这样的东西啊 一般活动起来 都是在寻找猎物 寻找食物 死门呢 代表着啊 不经常动 隐藏着 或者吃饱了 隐藏起来 所以啊 经过相义的叠相 与串联 我断 大概率是蛇 当然啊 干弓顿相 我们还可以打开 天盘杆 人 作为引干的工位 来查看 当时更为详细的情况状况 同时呢 也可以再打开 地盘杆 饼 作为引干的工位 来查看 这个性情 暴躁的动物 到底是什么 这里呢 大家可以当做一次作业 试一试 跟着我的思路 来断策一下 这就是我讲的 干弓顿相的 整体的用法 那好 这节课呢 我们讲了 什么才是 真正的相义之读 取向之读 并非只是我们以前脑海当中的64个符号相义那么的简单 这里包含了单个相义本身的含义 以及天干81格局 以及进退冲和行空木破格局 以及四柱系统 以及天干十二长生系统 以及六七十神系统和干弓顿相 好 我们这节课呢 先上到这里 下节课见